在荃灣響和街麥彪停車場 兩輛相信屬於五金舖的貨車 拍正在店舖門口 車上擺滿貨物 成為店舖的延伸 貨車場拍在這裏 麥彪一早超市 而這輛拍在盧德維的貨車 就化身流動回收店 不斷有拾荒者 將一車車的紙皮推來這裏變賣 有街坊說貨車霸佔麥彪位的情況 已持續多年 回收鐵籠不時會阻止行人路 不過這輛車就有入錶 執法部門都沒有拒負 新蒲江八達街亦有類似的情況 麥彪位比紙皮紙箱霸佔 堆到整個人那麼高 這個停車場的貨車麥彪位 就變成垃圾桿 甲斗車駛到這裏 不斷將建築廢料夾到車位和行人路 等工人選出可以回收的廢鐵 其實我們都投訴過 亦都在區議會上面說過 很多有些那些 那些甲斗車 或者一些環保斗 他們為了自己方便自己的工作 他們就會泊在那個車場 或者街邊 在路邊那裏 做一些環保篩選的工作 通常警察去到現場 就有人提提點他們 喂 你們不可以這樣 提提點他們 他們就沒有一個檢控行動 而如果實質檢控那方面 可能是食環署 或者食環署就會賴去 因為這個是屬於建築廢料 建築廢料的話 可能屬於霸佔官地 霸佔官地就是找地政署 各個部門 就是有少少把球拋去拋去 搞到這個事情 都有這樣的 沒完沒了這樣的情況 環保署表示 過去一年接獲兩宗 有關將軍澳晉弘街停車場的投訴 證實有人進行回收作業 不過就沒有非法棄置建築廢料 警方就說 去年1月至11月 在上述3個地點 都有接獲 淮麗泊車 或者霸佔標位的投訴 在荃灣路德維 就發了接近2,600張告票 我們每次都跟政府說 不行 我就不可以不處理 但是政府側偏偏偏 一直都不太理會這個問題 以致呢 就是這種情況 是一直這樣 日積月累 拍車要來拍車 不是要來賺錢 所以我們都說 政府其實應該是修改法例 將那個拍車位 真是要來作為一個 拍車的用途 只能夠作拍車用途 不可以要來 就是要來做生意 《逗亡記者》在陳婉彤同步